这伙绑匪抢银行从不用枪 却一个星期成功抢了三家银行 而他们抢银行用的尽是音乐 只需开启衣服下的六个低音跑 所有听到音乐的人直接陷入疑乱 甚至连监控设备也会红红失效 锦衣卫杰斯和凯特林赶到现场 但这种作案手法他们也是第一次减 绑匪全副武装根本看不清脸 监控视频根本没有声音 被抢劫的目击者也说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 两人对破案一筹莫准 无聊翻看监控的凯特林突然注意到 案发是一个黑哥的手机正处于通话状态 于是他们立刻截取了音频 再找来当时的银行职员进行播放 希望能恢复当时的记忆 可神奇的是发生了 职员听到音乐的瞬间眼神涣散 甚至还流下了眼泪 等凯特林关掉音乐职员立刻恢复正常 并且对刚才的示好不知情 两人不明白同一段录音为什么他们没事 女职员反应却截然不同 胡子哥说可能是因为音乐 触及了脑炎系统的触发器 诱发蜥蜓脑共鸣 从而产生了愉悦之感 女职员之前听过原声 现在的反应只是对当时记忆的重现 胡子哥将这段音乐立刻与已知歌曲进行对比 很快锁定了作者老周 胡子哥还发现这首歌并没有被发现过 所以老周机可能就是凶手 杰斯两人立刻赶到老周家 可他们惊讶地发现老周早已成了痴呆 而且经过试探 老周反应不像在作假 两人通过保姆翠花了解到 老周年轻时致力于创作出 让人感到极度舒适的音乐 但后来他所有作品的版权 都被黑心老板打走 这才导致老周落到现在的地步 两人随即来到唱片公司 可老板却说老周的作品早已过失 现在放在库房都嫌弃占地方 老板还说老周当时和调音师瞎搞 非要研究让人愉悦的音乐 害得公司损失严重 但最近倒是有人来买老周的作品 可能是收藏什么的 杰斯询问老周作品是否都在这里 因为最近银行结案好像与老周一首 还未发行的作品有关 老板直接说不可能 因为库房唯一一把钥匙在他手上 这时前台小姐姐走了进来 有人给他打来了电话 老板转身离开 两人只好准备去调查老周调音师 可一查却发现调音师六月前就已经失踪 线索再次中断 突然身后服务员不小心摔坏了盘子 清脆的破碎声仿佛惊醒了凯瑟琳 他立刻想到 劫匪选择的银行墙面 都是用瓷砖或者大理石铺成 这样就能使声音更加明亮 更加方便他们作案 于是他立刻让胡子哥帮忙搜索负荷特征的银行 还真有两家 而凯瑟琳的分析果然正确 等他赶到其中一家时 音乐劫匪正抢完了钱准备逃跑 凯瑟琳拼命追逐 终于抓住音乐 正是那个消失的调音师 可正在调音师回警局的路上 意外发生了 除非 �지 Very good 麻烦 I took you P 仍然 irst 真的 400 SE semua